四年十一月十三日夜里,美国曾发生过一起派人黑人的凶杀案,罗纳德·迪弗在夜深人禁之时将一家六口人全部杀害,被逮捕以后却声称是非热魔驱使。 一年后,乐茨一家五口搬了进来,但仅仅居住了二十八天就匆匆逃离,不知所踪,至今这栋别墅仍是美国有名的鬼鱼之一,乐茨一家到底经历了什么?无此理会有什么呢?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部《博斯室主演》,根据周围事件的询问了一年之后,一家五口搬入了这栋房子,虽然是重组家庭,但是男主却将三个孩子视如己出,彼此相处得十分融洽,唯独大儿子对这个继父仍然抗拒,但这也不影响大伙搬家的好心情。 然而,就在第一天,男主在生活的时候,听见通风管传来正正低语,坏掉的收音机也出现了声音,并且时间停止在了三点十五分。 男主使尽的天柴火,但仍感觉异常的冷,家人们却毫无感觉。 到了晚上,小两口亲密的时候,男主惊恐地发现,城里站着一朵上掉的小萝莉,但眨眼的功夫就不见了。 第二天,男主就感冒了,脾气也十分古怪,还禁止所有人进入地下室。 小女儿也总是对着空气说话,并告诉母亲,衣橱里有个叫朱迪的小女孩,还差点被女儿掉进了水里。 由于担心孩子们再次发生类似的事情,男主直接给船屋上了锁。 夜里,男主梦见自己向罗马得以后,枪杀了全家,惊喜后吓出了一身冷汗。 这时,他看到明明上锁的门却打开了,女儿的红色气球也飘了出来。 他赶紧跟随着浮出的水泡去救人,但却看见女儿在屋里,定定地看着自己。 旁边还站着个陌生小女孩,他立马跑回女儿房间,却发现女儿睡得正香,没有任何起床的迹象。 男主四处建成,但他却没有发现天花板一双手,紧紧地抓住一个小女孩。 在搬入房子的第十五天,男主发现只有在地下室,他才感觉暖和一点。 他的力气也一天比一天的重,总对家人感觉不满。 女主也时不时感觉身后有两次放过,丢向了字母,也开始凭空移动,听出了一句话,抓住他,杀死他。 这一天,小两口准备去外面开心地过个二人世界,便临时聘请了一个保姆帮忙带娃。 但两人不知道,这个女人,她以前也给迪福加做过保姆,还肆无忌惮地和孩子们说着这个房子以前的故事。 她表示,罗纳德纯粹就是个疯子,罗纳德觉得她的狗和她过不去,就把狗给杀了。 接着,她又说家里人都是魔鬼,所以就枪杀了家里人。 保姆还告诉了小女儿,迪福加最小的孩子就死在了小女儿房间的衣橱里。 于是,大儿子和保姆打赌,让你保姆经一处呆一拳,但是保姆根本不相信鬼神之说,便一口答应了下来。 可她刚进去的一瞬间,门自动关上,怎么也打不开。 就这样,吓坏了的保姆被救护车抬了出去,孩子们和父母述说了事情原委,但男主认为孩子们搞事情。 房子能有什么问题,一定是人有问题,但女儿却悄悄告诉女主,这其实是朱迪做的,朱迪不会害人。 只是因为以前保姆对她不好,所以就吓唬一下她。 但屋里还有个坏男人,他不断迫使朱迪做坏事。 夜里,男主常常听到从通风管传来大儿子咒骂她的声音,墙里也传来另一个声音,抓住他们,伤死他们。 男主精神越来越差,妻子赶紧带着男主来到医院检查。 出门前,丁主带儿来自照顾妹妹,但小女儿趁大火不注意,跑到楼顶打算跳下去。 幸好夫妻俩赶了回来,及时救了下来,小女儿表示,朱迪要带她去见亲生父亲。 这一次,女主彻底转换了,怒吼道,朱迪是不存在的,但女儿却委屈地说真的见过朱迪。 而母女俩的谈话让男主听得一清二楚,她开始认为女主的孩子都有毛病,于是独自一人搬到了地下室。 时间一天天过去,她的运气越连越重,脾气也越来越糟糕。 晚上,她在地下室看着家庭录像,没想到,大儿子的脸变成了一张鬼脸。 时间来到凌晨三点十五分,男主突然醒来,狗叫声引领她来到了船屋。 但狗男主醒来过来时,她发现她杀死了自家的狗。 第二天,男主就把所有的窗户都盯得严严实实。 这一切的一切,让女主开始相信屋里有不干净的东西。 于是,她找到了当地的牧师,随即牧师上门了解情况。 可当她看到小女儿抱着玩偶的时候,她悄悄地把女主带到一边。 她非常的肯定,小女儿手中的娃娃在敌服下葬时就被烧掉了,因为她就是当时的牧师。 随即,牧师在屋里开始仪式。 当盛水洒在地板时,水就立马沸腾了起来。 通风馆处在阵阵阴场上,冲车阶阶队的参与,会有流程。 小兴到牧师,牧师仓房而逃。 到了第二十八天,女主来到图书馆开始查询狄妇的资料。 她越看后背越觉得发凉。 因为当年罗纳德所陈述的事情,和现在家里发生的事情如出一彻,并在一张遗留的现场照片看到,抓住他们,杀死他们。 她接着查阅后发现,原来这栋房子真的不简单。 1691年的时候,原本是一座教堂,里面有一名教士屠杀了那里所有的印第安人,随即割吼则杀。 与此同时,男主在地下室撒出个大窟窿,发现了当时关押印第安人的牢房。 他来到一个房间,看见教室划扑了喉咙,这里也暗示了男主其实已经被邪教室附身了。 知晓一切的男主马不停蹄地返回家,计划带着全家离开这里,却在找男主时不小心掉落了水里。 男主看到女主变成了喉咙,毫不犹豫地打开船的发动机启动螺旋角。 好在女主侥幸逃脱,此时的男主已经失去了理智。 女主一边大骂,一边要带着三个孩子逃跑。 随即,男主端起了猎枪,就跟当年罗纳伯一样,开始追杀全家。 一股不知名的力量,把窗户和门都紧锁了,他们只能从屋顶回走。 大儿子一棍棒把追来的男主打进了屋顶,男主并没有因此罢休,拿起斧头继续追杀。 正当男主要挥舞斧头时,女主从后面砸向男主,男主也因此恢复了心血意识,不断要求女主杀死自己。 最终,女主下不了手,再次看不见她。 全家人一同逃离了那里,从此再也没有回来过。 好了,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,喜欢的朋友别忘记点赞收藏哦。